2023年6月12日傍晚,普陀公安分局白利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陈阿姨的报警求助 她说自己是房东,出租的房子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到期了 但是其中一名男租客却赖在屋子里,既不肯走也不肯续租 无奈之下,陈阿姨只好向警方求助 晚上七点,民警到场时,居民楼下已经围了不少人 租约即将到期,房客丁老太却说装修遇到点问题,要续租三个月 大约三个星期前,距离租约到期还有一周的时间 丁老太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但是他的老伴儿却留在屋里不肯 尽管有些意外,但对于房东陈阿姨来说 只要按时交房,他也不想管房客的私事 但一旁围观的邻居们却对两人有特别深的印象 可谁知,丁老太独自搬走后,同住人陈老伯却怎么也不肯离开 房东只能再次喊来了城租人丁老太 戴帽子的就是丁老太 旁边这个是他的女儿周女士 报警前,几人上楼找陈老伯理论 却发现门锁居然被换了 他本人也不在家中 民警提出了解决方案 丁老太和女儿就先行离开了 通过邻居,民警得知 丁老太和陈老伯似乎还有着经济上的瓜葛 回到派出所,民警向值班族反映了出警情况 这时有几个同事说起 自己也都处理过有关这户人家的警情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 丁老太曾来派出所咨询过 阿姨来我们所里咨询一个债务纠纷的问题 没过几天,他们又来说 让我们核实一下这个男的是不是 但是,这前后两次都是咨询 丁老太并没有向警方提出报案 两个月前,丁老太在女儿的陪同下到派出所咨询 当时,民警提出 如果怀疑对方存在诈骗嫌疑 应当尽早报案及时止损 但是丁老太极力否认 一旁的女儿不断提醒母亲不要执迷不悟 但本人不肯报案,她也无能为力 母女俩离开派出所后 民警与丁老太的女儿单独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周女士来到派出所和民警见了面 她说起了2022年年初 母亲认识了这个叫陈强的老伯 陈强所说的话 周女士并不完全相信 但想着妈妈离婚多年 找个老伴或许能排解寂寞 她就没有过多阻拦 直到2022年6月 陈强称自己可以帮周女士 搞定社区的工作 为了上下打点 她第一次向丁老太伸手要钱 然而,钱是一笔笔花了出去 但直到招聘结束 周女士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解决 她这才意识到 这个老伯并不靠谱 为此,母女俩大吵一架 没过两天 丁老太居然撇下女儿搬了出去 丁老太搬走后 几乎可以说是杳无音讯 周女士多方打听才知道 母亲和陈强在陶浦租房住 一个多月后 周女士找到母亲租住的小区 并报了警 因为这一天 她得知母亲在搬走后的这段时间里 居然被对方骗了50多万元 她正好老乔 她当了这个地方把她担持 我刚刚都慢慢的 觉得刚才我 我又不懂得 有各种利用利了什么 第二个人说 她把我漏出来了 她说她没有账票了 她说她拿了50万元 她不跟着老都是去做利的 女女士作为一个利的活动 她说是农商人的行长 她说她弄得 你到底账票50万元 利息六百元 死你六百元 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找到老乔 我周年每天要洗脑 大概五六四个月来 那么我们现在叫 他这个男朋友的 把平凳 你全都拿个音 平凳拿出来 民警跟着周女士的朋友 上了楼 随着脚步的临近 房间里面传出来的 争吵声愈发清晰 是你抱的是吧 这是你妈妈的 你行一步 那你的理想得吧 我都不好 你妈公主人 根本那个 公主就死了 公主 听到了 相比于情绪激动的周女士 丁老太却显得异常平静 这是民警第一次见到城墙 他染着一头黑发 身体格外硬朗 全然不像八十岁的样子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 陈强向丁老太说了这样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民警感受下来发现 那个老太被对象洗脑得很厉害 同时那个老太很畏惧那个对象 他不敢报案 为了让丁老太放下顾虑 民警特意将双方分开 分别进行询问 一强之隔的两间调解室里 一边是执迷不悟的丁老太 一边是装腔做事的陈强 在旁的周女士和民警 也只能干着急 民警经过核查发现 这个陈强居然查无此人 面对质疑 陈强只是一味的回避和装傻 由于丁老太不愿意报案 民警只能让三人暂时离开 但针对陈强的调查 这才刚刚开始 离开派出所 周女士忙着说服母亲 收集证据 民警也着手开展调查 但陈强这个最普通不过的名字 仅仅在上海 就总共有三千多个重名的人 民警根据年龄段 外贸特征等 一一进行比对和筛查 结果并没有找到符合的人选 显然 这个所谓的陈强 并不是他的真名 那么 警方该如何破解真相呢 在警方看来 陈强在上海生活几十年 不可能毫无踪迹科学 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是不可能造成 查询不到任何信息情况产生的 当时我们就怀疑 他会不会是一个带带户口 所谓的带带户口呢 就是通过房屋的买卖 或者是拆迁 因为户口迁出了 而没有地方落户 迁入造成的一个情况 民警注意到 陈强的手机安装了微信等软件 而这是需要实名登记的 于是警方找到了新的侦查方向 他的这些微信号都不是他自己本人注册的 有一个女子发现他的母亲有一个配偶 陈强使用的这个微信登记在一个姓魏的女子名下 他看起来和陈强似乎并无交集 于是民警立即赶到 魏小姐的户籍所在地 查询有关他生父的线索 根据户籍登记信息 早在1989年 魏小姐的亲生父母就离婚了 可以看到 他的生父名叫魏某君 出生于1959年 今年64岁 看起来 他似乎和陈强的年龄相差太多 这份城封了30多年的老档案上 魏某君的结婚证照片 终于揭开了陈强的真实身份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 周女士也几次三番上门理论 魏某为了逃避 甚至躲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丁老太也终于看清了 他的真面目 尽管魏某逃避 但前几次碰面时 母女俩保留了重要证据 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几段录音 这段录音的内容 就是那笔用来购买理财产品的50万元 在掌握了母女俩提供的证据后 警方对魏某进行了传唤 此时的他已经搬离逃避 回到了家定租住的农宅 可以说这地方给我们看看 如果我看 也不能给他 可以来 都得来给你的 我来给你的 老大 你来给你的 老大 没有来给你 百里路趋得是吧 这种的角度的情况 那好吗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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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呢 一路上 魏某轻松的和民警 调侃着他和丁老太之间所谓的这段感情 但当他走进审讯室的大门 面对民警开始的讯问 他显然有些猝不及防 此时魏某明显开始局势 看似配合调查 但在面对诈骗事实的时候 魏某依然选择狡辩 甚至当民警播放录音时 他只得沉默不语 审讯的同时 民警根据魏某的生物样本和魏小姐进行亲缘关系比对 最终结果显示 这个所谓的陈强就是魏小姐的亲生父亲 这场维系了一年的黄昏恋 在外人看来有诸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为了和魏某在一起 丁老太甚至和所有亲友 包括自己的女儿全部断绝了联系 那么魏某是怎么让丁老太做出众判清理的决定 他又是如何将丁老太一步一步拉入深渊的 这一切还要从他们在小区里的一场偶遇说起 2022年初 出门倒垃圾的丁老太碰到了正在收费品的魏某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 两人居然碰撞出了爱的火花 我提起来小灯光 我来到南门客人 一直养牧 各个灯光是我跟客人 我回去也同意 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 两人开始频繁见面 这让单身了20多年的丁老太 萌生了找老伴的想法 上辈子是夫妻 下辈子也是夫妻 对我说起来我很感动的 我想这个人是不是靠得住的男人 魏某日常的虚寒问暖 可以说弥补了老太内心的寂寞 以至于他对那些离谱的谎言 从未产生怀疑 我说你这八年纪了你也没退休啊 他说我只退了休 平庸我的 记得住下去这个位置不变 在女儿发现问题的时候 老太在魏某的教唆下搬走 并切断了与亲戚间的全部联系 搬走以后联系不上妈妈的周女士 只能向妈妈的好友求助 可谁知连好友也被一起拉黑了 他付出了感情 他对这个魏某彻底的相信了 同时魏某让他处于一个孤立无言的状态 实际上这个对象都是为后面的诈骗 在打基础 事实上 好友被拉黑 与另一笔23万元的所谓铺路 不过是魏某一箭双雕的伎俩 在魏某的挑拨下 丁老太竟然把自己几十年的好友 当成了拆散自己婚姻 并抢走房产的始作俑者 为了拿回房产 丁老太给了魏某23万元 作为拿回房产的铺路费 这个钱恰巧是丁老太 活期传礼的所有存款 我要说的 这个年轻人 铺路到三个神楼 十至今日 魏某依然谎话连篇 颠倒黑白 23万元每两个月 就被魏某挥霍一空 于是他又编出一个所谓的女婿 又骗走了老太股市里的最后一笔资产 经查证 警方确认了魏某虚构事实 涉嫌诈骗的所有犯罪事实 而这笔钱中 有32万元也在他的赞助地被找到 他的谎言也不攻自破 目前 犯罪嫌疑人魏某 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检查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